《大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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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也容易 火也容易 生活不容易 生活是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既然剩下来 就要活下去 生要靠别马 或要靠自己 纵容面对每一天 活得再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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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一步忘情 是一步丧气 是一步丧气 生活是什么 是什么 生活就是 快快乐了 快快乐了 活下去 能一步忘情 是一步丧气 是一步丧气 谁又难住 先把手 帮了别人 也是帮了自己 能一步忘情 是一步丧气 是一步丧气 生活是什么 是什么 生活就是 OH 快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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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想去 大山的 好 压生的 好 压生的 Yeah 你是有前科的 前科 我 我什么前科啊 你心里清楚啊 这两个月的水电费 晚几天就啊 不 晚几天就晚几天嘛 这 行行行 是 晚交水电费跟他们性骚扰有什么关系呢 以为你要对我进行性骚扰 董耍作 我忘了跟你说我那屋灯黑了 灯 灯黑了 灯黑了 灯不亮了 你听不懂中国话 好好好 我懂了 我懂了 灯黑了又怎么样嘛 你说话小声点不行啊 这都几点了呀 小鱼儿在睡觉呢 几点了 你也得给我修灯去 这怎么这么大酒味啊 小张姐姐 是 我的酒店还没过呢 还是你也喝酒啊 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修灯去 来 来 来 走走 咱们看 来 来 慢点 慢点 看吗 小张姐姐 你这灯泡确实是黑的 那这样吧 明天我什么都不干 我先去给你换灯泡 好不好 那我现在呢 现在外头天也黑了 咱点也黑了呀 我发现你那灯 站在那里给我嘛 你说得安逸 小张姐姐 我发现你说话有点风趣 有点高小哦 你说话才有点搞笑 有点风趣呢 我告诉你我要灯 我现在我要灯 你是房东啊 我租了你的房 我交了房租给你 那你就得保证我的灯它是亮的 有道理 有道理 行 那我就去 把我的灯泡拧下来 哎呀 不是为了议啊房租我 生你热气 混 不 唉呀 唉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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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來囉 你看看 凉了 小张姐姐 灯泡坏了就是坏了 你怎么说灯黑了呀 听你这口音你来得不尽啊 没你事你走吧 走就走嘛 这种事下不为例啊 我交了那么多房租给你 你是房东出了这个事我不找你 你会找谁啊 我家也是有房子租给别人的 我知道怎么当房东 你懂不懂啊你 听你这口气是 你是受了你们家那房客的气 跑我这报仇来了啊 等你报完了到 你就是一个小学生了 你要努力地学习 上完了小学咱得考中学 上完了中学咱得考高中 上完了高中咱们考大学 大学上完了咱们再考研究生 对了 你田庆叔叔就是研究生啊 他就是研究怎么把人民币 倒等出去 把美元给换回来 厉害吧 你知道美元跟人民币的比值是多少吗 一美元等于7.1人民币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就比如说一人民币买一碗水饺 那一美元就可以买七碗饺子 还零七个呢 那刘东爸爸有没有比美金 还能买更多饺子的钱呀 那恐怕就是英国钱了 叫英镑 那我就开始研究 怎么把人民币拿出去 把英镑拿回来 太棒了 有理想啊 想一个 这样的事 你死了 我想起来了 晓风还真让你说准了 没有退步了 还进步了呢 真的 太好了 现在倒数第二 那 那是因为我最后 没有晋升成她的家长 如果我成为她的家长 我不谦虚地说啊 现在她起码应该是正数第二 你现在成这个娃娃的家长了 你现在成这个娃娃的家长了 对对 来来来 啥个名字啊 鱼 鱼儿 不是 鱼儿 这里有那个鱼 鱼儿 有这个行不行的 对 你把复刻本拿出来我看 复刻本里没它 咋会没它呢 咋会没它呢 是 是 你好好喝点 那是个娃娃娃儿 送我呀 那是个娃娃娃儿 送我呀 那是个娃娃娃儿 送我呀 那是个娃娃娃儿 那是个娃娃娃儿 那我不能给你报名 那为什么不能报名啊 那为什么不能报名啊 没有户口我们该不接受 这是学校的规定 这叫什么规定啊 这叫什么规定啊 他他虽然没在苗圃里长大 他也是祖国的花朵呀他 你这样有道理 但是我 我出什么的办法 我帮不到你 那那我找你们校长去 您告诉我校长在哪儿 我去找他行吗 你找校长也没得用 这个样子 你 你去找谁去嘛 说不定他还能包含你 找车去去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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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啊 跟老师再见 娃娃儿再见 走 走 咱们走 下一位 我在马路边 剪到一本钱 爸爸家的金头 放手手里 变 叔叔拿着钱 给我把头点 我开心地说了声 叔叔再见 我最棒 好好好 缺大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送老师了 老师不够 园长让我来待课 大贵 你来干什么 我啊 我 我是 我 我是来看孩子的 你 就是来看下孩子啊 到幼儿园来 出来看孩子 还有什么好看的 你走吧走吧 这是幼儿园 闲杂人等啊 不得入内 我 我 你走 你赶紧走 我怎么成了闲杂人等了 我 鱼儿 一会儿见到他们之后 你要配合柳东爸爸唱一台戏 听见没 柳东爸爸 我不会唱戏 我是打个比方 见到他们以后 我就假装 要把你交给他们 然后呢 你就哭 大声地哭 他们就会害怕 他们一害怕 就会帮助我们 让你去上学 柳东爸爸 为什么 你把我假装交给他们 他们就会害怕了呀 因为 因为你我都是人民 他们是人民政府 人民政府 就是要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 可是你现在的父母抓不着 他们又不能让你这个人民 流浪街头啊 所以他们就会害怕 柳东爸爸 你不会真要把我 叫给人民的政府吧 你这意思是 你连我都不相信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要连你柳东爸爸 都不相信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人可信了 算了吗算了吗 我们不嫌这个希望 哎呀达不掉了 不上秀吗 走走回信回信 柳东爸爸我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 大声哭啊 万大爷 你看这事就这么办行吗 也还好太好了 好好好 好好好 那你就慢慢走啊 好好再见了 慢慢走 慢走啊 慢走啊 柳师傅 柳师傅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柳师傅啊 我这个这个 好几次都想到你们家 跟你谈心 这个这个就是没有时间 好好好 来来来喝水喝水 来来喝水 谢谢 你去看柳西了吗 我去了 那就好 年轻人嘛 在哪跌倒 就在哪爬起来 重新扬起这个这个生命的风帆 这个 柳西她重新扬起生命风帆呢 我估计问题不大 现在我出现问题了 柳若该上学了 可是上不了 她算是养不起生命的风帆了 所以我现在就把她给你们送回来了 来来来来 你回到这个赵阿姨那儿去啊 我走了 我走了 柳师傅 你别着急啊 来来坐下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上学校去给她报名 学校人家不收 说她没户口 这个户口 是派出所的事啊 鱼儿 别哭别哭啊 鱼儿别哭别哭 但是 我们社区可以给你们出一个证明 希望派出所能跟小鱼儿上个户口 你看怎么样 那就谢谢赵主任了 小鱼儿 别哭啊 来 爸爸拿去 别哭了 赵主任给我们开个证明 我们一会儿上派出所去 姐 搞定了搞定了 十首歌 全部OK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应该的应该的 音像公司啊落实了 叫锦城音像制作公司 那在西南一流的大哥大 说好了 明天可以进他们琴房去练唱 什么时候唱好了 什么时候就进录音棚 我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紫云啊 我就想跟你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 刘东 这个事不好办啊 这光有个水区的责民 还是办不了 鱼儿她又不是七婴 她跟着你的时候 已经七岁多了 按规定 她这种情况 要找到她父母 还有她的出生地 才能办户口 那就赶紧找啊 糟了 大海捞针 我们已经尽力了 并且我们还在那里 刘虎记 你总不能让一个 快八岁的玩儿 还上不到瘦吗 这个你放心 我们会想办法的 我说句不好听的 当时抓柳希的时候 怎么那么神速 来 刘东 这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不多 不到两千块 那去跟 鱼儿签个家庭角色 这个签物咋能拿来 拿着拿着 不要 不要 我要五扣 鱼儿你拿着 来 鱼儿乖 拿着 拿着 谢谢人家刘爷爷 谢谢刘爷爷 不客气 不客气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好 那我们走了 对 给他去一个 好一点的家庭教室 好好好 慢走慢走啊 哎呀 鱼儿 刘东爸爸跟你说了好多回了 你刷牙要上下这么刷 那也是耍屁骇嘛 鱼儿 小张姐姐 早 鱼儿 给 来 谢谢小张姐姐 鱼儿 你小张姐姐 马上就要成为歌星了 真的 你就等着小张姐姐 给你签名吧 好 拜拜 谢谢 来 吃早点了 来 吃馒头 谁给你的 小张姐姐 鱼儿 我们也是把房子租给别人的人 我们也是房东 我们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我们又不是要饭的 别人给我们东西我们就要吃吗 当然了 以后别人给我烟我也不愁 总话老子都不愁 这样啊 今天中午你不要去水果市场找我吃饭了 我每天以后给你五块钱 你中午在外边吃好的 我不行了 天下何处五盒饭 你扔了它干什么呀 那不是浪费了吗 以后你可以不要 这回要是咱俩一 给它分了吃了就行了吗 小巫撒死 来来来来 好 你觉得这家是酒楼怎么样 挺好的 停车的地方挺大 生意也不错 我已经把它买下来了 换个牌子它就是你的了 为什么 大姐 你看一行 这种西瓜 我们成都的郊区能长出这种西瓜吗 它不是从台湾来的 从哪来的呀 刚才咯 台湾和我们现在没有直接通航通商 所以它是周死来的 海关考虑到两岸本是同族同根 所以也是人字一二鼻字一二 来的不容易 十五块 虽然说现在价钱有点高 但是无有所知 等海峡两岸通商通航了 我们价格也就下来了 你拉得去 对 四五 好 鞋子 你慢走 刘公 刘公 你昨天咋没来呀 这鱼儿报名去了 报到没有吗 没有 不是我说你 说了你又不高兴 你别把这娃娃给耽误了 好 月儿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明天是星期天 高叔叔说带我妈还有我去游乐场玩 我妈说也带你 好了我去我去 那好明天在这准时八点我来接你 我看柳东爸爸不让我去 真烦了他了 没事儿 我和柳东叔叔是好哥们儿 我一说他保证同意 好吧 那我明天来这儿接你 我会聊天 我会订阅 来吧 我去吧 鸡儿 爸爸回来喽 爸爸 你回来啦 回来啦 行了 别找了 今儿咱们不吃剩水果 今儿柳子爸爸买了新鲜的菜 还有肉 我们好好吃顿饭 好 小枫哥哥来过了 他说明天是星期天 他和洪云阿姨一起去游乐场 说带我也一起去 你把话说完了 没有了 没有了 谁带他们去啊 我跟哥哥说还有高明叔叔 不许去 快 有了 月儿 上游乐场干吗要跟他们一块儿去 那游乐场又不是他们家的 咱们自个儿去 对 雷龙爸爸 我们自己去 游乐场又不是他们家的 小人精灵 小枫 下来 怎么回事啊 没人等我开门 小枫先生 请客啊 谢谢 面子同心 你来 你快出去 我不管了 雷龙妈妈不管了 雷龙妈妈不管了 自己开自己开了 你瞅瞅了 你看你喜欢那个 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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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住了 打住了 来来来 给我们打过来 嘴东爸爸 你吃一口吧 嘴东爸爸不吃 你吃吧 吃一口 好好好 高明得了癌症 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高明得癌症了吗 那他怎么还陪那个小寡妇整天玩啊 他还幻想着那个小寡妇能给她生个孩子 实在不行 也得留个高家的准 那高总那图的是什么呀 为了他的遗产有个合法的继承人 小丽 你跟了高总那么多年 你心甘吗 你也跟了高总这么多年 你心甘吗 今晚我请你喝咖啡 到来 咱俩得深谈一次 嘴东爸爸 你把我放下来吧 我不累 你不累才叫怪呢 你走了这么远了你还说你不累 你骗爸爸呀 我不骗你 我从小就怕山 真的 这么说你们家是在山区喽 嘴东爸爸 你还是问我六加六吧 这个小鬼机灵啊你 好 六加六等一几 十二 还说准了 那一加一呢 饿 你看还是个饿吧 鱼儿 就凭你把二说成饿 你柳东叔叔这辈子都不离开你 不管是派出所来要你 也不管是你亲爹亲妈来找你 我都不把你还给他们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拉钩 拉钩上销 一百年不许见 谢谢我 坐 请坐 来 来 行 温温 丁采 你好 我先去点点水 小姐 你来点吧 有东爸爸 我们还是吃酥面吧 再给你来一碟花生米 二两酒 那我觉得咱们今天得奢侈点 再加一盘泡菜怎么样 是 记住了啊 二两不是饿两 是二两 您都听见了吗 对了 那个素面改成牛肉面 好 您稍等 谢谢 你要是说饿两的话 人家不知道该给你打多少 你得说二两才行 来 这就简单点吃吧 这么多好吃的 妈 你看 李栗叔叔 去叫柳东叔叔 跟我们来一起吃啊 行 先生 请慢用 谢谢啊 请用 来 帮我先给你把面拌一下啊 好 好 刘东叔叔 我都想死你了 行行行 别给你柳东叔叔 来这套虚的啊 真的 我叫邓爷爷保证 赶紧吃吃 笑什么笑 面都脱了 胡阿姨 真巧啊 柳东啊 我们一起吃吧 是啊 刘兄 一起喝 我们一般早晨是 吃天安室 中午吃棉安室 晚上我们才吃猪食 谢喽 我们早晨一般吃甜食 中午吃面食 晚上才吃主食 谢喽 行 那我们也回去吃吧 走了 吃饭 你这脸怎么了 一言难尽啊 怎么 你又是 是 给你老婆不和谐了 爹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她让我回家煮晚饭 我就回家煮晚饭 我正炒回锅肉 这香味啊 就飘到隔壁去了 这邻居闻到啊 就过来了 非要让我教她炒回锅肉 我正手把手地教她炒回锅肉 我老婆回来了 那你等等 你 那个邻居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个女的 爹 你想 人家一个人 拉扯着一个上小学的儿子 人家容易吗 人家容易不容易 跟你手把手地教人家炒回锅肉 这没什么关系 丁眼 这怜香惜玉 这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是不是 不管怎么说 我也不至于 背叛辅刑嘛 啥辅刑 他 他非要用 那个大剪刀啊 弄我的玩意儿 丁眼 我没事了 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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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我似 我一看见剪刀 无论在哪 无论大小 我就浑身哆嗦 我说丁志啊 你是网队你祖上 给你起了个好名字 得志得志 我看你是既不得又无知 丁眼 我不想活了 我喝完这个酒啊 我就回去把它搭成残飞 苏丁志 丁眼 你才安逸了 老娘在礼跑店等着你个回锅肉 你跑到这儿来你 胡得个儿妈儿妈的 我这不是陪 陪丁眼吗 对对对 陪我 走 走 我滚回去 你走不走 红姐 我想告诉你个秘密 什么 我这样子 我说过 你就会认识 那两个我 我说我 你会紧张 你怎么回事 我就是 我经厂了 我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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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说出一句话来 真的我老口痛 现在都还在痛 请不要拿我和李源源比 他跟我说 东哥 我们离婚吧 你人呢是个好人我晓得 但是太穷了 我不想过这种穷日子了 我穷怕了 你看我那些姐妹 人家连军官家属都不当了 人家跟了一个卖服装的小商贩 现在人都开上进口汽车了 有东 钱钱钱命相连 钱是个好东西 真是个好东西 拐老 人家有钱人呢 还要骂人家钱 说人家这个钱是王八蛋 这就好比是 吃着葡萄还说葡萄酸一样 柳东 我要出几天远门 有多远啊 广州 很想啊 我以为你去维州了 你帮我照顾晓风几天吧 没问题 照顾一辈子都没问题 你怎么不问我去广州干什么呢 还真是忘了这茬子 你去广州干什么呀 高明想在成都开一家粤菜馆 我们去广州考察 顺便请个师傅回来 他说 他说酒店是为我开的 我明白 我明白 当然是为你开的 我跟他说好了 我只是帮他管理酒店 产权我不接受 你说你这个人 我以为田店就握手个哈儿 老板还比我还管理酒司机 人家给你个酒店 你干吗不接着呀 你干吗不接着呀 广州你放心地去 啊 晓风你交给我 我保证把他一碗水给端平了 鱼儿有什么他有什么 这水平的 能当镜子凿人 柳东 你是真的不明白 你还是在装糊涂啊 你有啥子不明白呢 这么多年我有什么不明白呀 你要说糊涂那我就是真糊涂 说实话我是有点后悔 但是后悔又有啥子勇呢 红雄妹妹 你呢 平平安安地去高高兴兴地会 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你能发财 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大生活 你回去不连爪子吗 你看你 我跟你说正确 粤菜馆真不错 匣子无归汪八 胖海都可以吃得到 我还可以经常到你那儿去 让自己的阴死生活 提高一个当词的吗 现在还来得及 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 走失那路口 感谢那时你牵过我的手 还能感受那温柔 哎呀 柳冬 你选一面吧 如果是正面向上的话 那我就不去广州 我和你在一起 我现在挺相信命的 你扔吧 感谢哦 感谢感谢 太感谢了 感谢你把我当成正面了 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很难哪 对对对 我知道 我也很难 我要是造币厂的我告诉你 我就 我要把这钱币造得只有正面 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们今天不开玩笑行吗 我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那广州你踏踏实实去 晓风你踏踏实实给我留下 这枚硬币你踏踏实实地收好了 要赌你就跟高明去赌 你让那归儿子扔 是吧 你让他扔 这不也是你的一种选择吗 对不对 你看 我还是很善解人意的嘛 你不肯扔 赌来的婆娘 比抢牛的瓜还不甜 我比较毒嘛 免得以后后悔 关于我你放心啊 我的后事你不用担心 我这个人是很有桃花云的 好多个拐妹在嘴我 都快招架不住了 主要是我现在不想给小鱼儿找一个后妈 因为后妈太凶惨了 我怕这个孩子承受不住 起码我要等她长出个小乌龟壳来 她那后妈一脚踩不死她 那个时候我再给她找一个后妈 好吧 我们两个来动 你也会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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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说起来真是不太容易 谁家都会有一本难念的经 就算你有事儿一身本领三道六臂 也会有所事儿犯事儿怪事儿 就事儿总是谈着你 爱而去吓它吧 撒撒心灵压抑 想起嘴巴 要得又是一个难题 继续生活就是这样的 凡事愉快 不相信 幸福就会 当你真理 大生活 轻松才快乐 大生活 简单才快乐 你说啥子 啥子 生活就是 会用你 生活说起来还真是不容易 谁都不会一辈子顺顺利利 谁都要经历干干不干风风雨雨 才会有好事其实每身都是跑过来找你 耶好人好抱吧 说的没错 坏人倒背吧 这是一个真理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 好人好事做到底 幸福就会陪伴你 大生活 轻松才快乐 大生活 健康才快乐 开工 大生活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